花蓮的大小事情 有许多人都喜欢放上网路和大家来分享 日前脸书上就疯传了一段惊人的画面 在花蓮市区的中正路上 一辆红色的辅具车突然从路边窜出 先是插撞了路旁的轿车 还差点撞到路过的骑士 没想到事情还没完 下一秒辅具车又瞬间的爆冲 直接撞上路过的另一辆机车 索性都没有人受伤 傍晚五点多正值下班时间 花蓮市中正路上车来车往 没想到一辆红色电动辅具车 突然从两辆停在路边的轿车中窜了出来 差点就撞上路过的机车 索性辅具车及时放开油门才没有发生意外 但事情还没结束 下一秒辅具车突然爆冲 翘起孤伦撞上另一辆路过机车 这惊悚画面让人看完直呼好可怕 不过这路车好像没冬了 比较不好 如果冬不住就会去拔倒 压高烈不是吗 我实际上不买就压高烈 那不要客气吗 觉得很好找吗 还是很危险 很危险 对啊 很危险啊 尤其是旁边车跟人很多的时候 一定会小心 至于电动辅具车是不是暗藏危机 常会让驾驶失控 听听业者怎么说 看看那个荧幕啊 可能是它启动的瞬间啊 它的传动轮后面两轮 其中有一轮没有着地 突然在突然着地的情况下 因为可能扭力过大 再加上看它画面上那个 后面啊 应该载满重的啊 所以重心在后面 所以有翘高的情况 但是因为我们车子啊 本身后面都有防寝轮啊 所以它才不会往后仰 所以这个状况是常常会发生这样子吗 机率很低很低啊 那个本身车子扭力比较大的 比较有可能啊 但是几乎很少啦 再看一次事发画面还是很惊人 索性当时双方车速都不快 才没有发生严重意外 而电动辅具车在法规上是属于轮椅的一种 必须按照规定行走在人行道上 如果违规上路不但可能受罚 也是相当危险 借许丽琴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